好 大家歡迎收入部落 我的大哥 這次是營火部落第二屆的團路 今天在南投草屯的大衛營露營區 今天天氣現在非常好 早上經歷過一場不小的雨 但現在地算乾了 所以我們現在經歷過了下雨 剛剛海底有點涼 現在有點熱 但是天氣很好 我大家快速導覽一下 我們這次整個團路的活動 到底包含哪些東西呢 從這邊是我們的舞台背板 包含這邊全部的贊助商 我們非常感謝贊助商參加這個活動 我們現在來參車區 今天大家已經是吃好住好 首先是這個好時光鬆餅 今天大家早餐都不用自己料理了 露營早餐啊 要自己煮的時候很麻煩 天這麼熱 我們來吃個好好的 我剛才已經點了一個豪華鬆餅 各位看一下 哦 露營吃鬆餅 而且是這麼豪華 哇 這是上面有奶油 還有一些QQ的 哇 這個 這個是鬆餅漢堡哦 哦 嗯 好好吃 脆耶 自己做鬆餅 嗯 不是不行 但這麼好吃的就很難了 你看 那如果覺得早餐不夠呢 你看這邊還有這個 三明治 還有各種三明治 讓你吃好住好 然後呢 如果中午呢 這邊還有 韓式料理還在想義大利麵 有蛤蜊 義大利麵呢 海鮮 打泡豬 韓式想吃麵有泡菜鍋啊 還有像那個拌麵啊 豬肉飯啊 或者像是薯條雞塊 辣炒年糕 這邊就可以馬上現做現點 跟太太如果感情不好 就老公自己出來吃 太太不想煮 那這邊也可以做得好好吃 或者點完之後呢 旁邊有樹下 拿個椅子做著乘涼 這個營地呢 好就是樹多啦 所以乘涼的地方很多 然後再來吃飽就要喝 我們先來一個這個 這邊有風脆茶 想喝手有要飲嗎 信長直接做 今天天這麼熱 我剛剛問他說 你們帶的冰塊夠不夠 因為今天要很多很多冰塊 馬上點就可以馬上喝 我剛剛馬上點了一小杯 但實際上不是這個 是大杯的 我今天特別點一小杯 也可以看下去這樣 我們今天吃的是 百香雙Q綠茶 不過癮喔 哇 好涼快喔 超冰 超冰超冰 好醬好醬 超涼快的 然後有吃就要有玩 這邊在 在幹什麼呢 我們這叫了一整次的木材 松木 讓大家燒得開心 但松木在燒之前 現在變成這個模式了 現在變成一個積木區 小朋友在那邊疊積木 那我們去年玩過這個 那個柴火疊疊樂 他們現在是在做雲霄飛射跟城堡吧 所以我們在這個東西呢 燒之前可以玩 燒完之後呢 燒之前呢 小孩玩 開始燒之後呢 大人玩 你好玩嗎 你可以嗎 然後我們這皮材都是很乾的松木 所以大家可以盡情的燒 柴火蜘蛛 這邊還有這麼多 所以各位來的朋友呢 記得趕快 一定要燒光 每燒光呢 我會來在門口裡面 沒帶走你們不能走 然後在這邊有我們的服務台 這一次呢 我們這邊呢 還會抽獎 你只要每個台會過程之後呢 我們可以抽 我們CANFIRE贊助一個 財富自由玩火組 服務台 擋風板 防火店 直刀 披薩板 或者有一個 乾杯豪華泰杯組 兩個泰杯 兩個湯匙 兩個筷子 或者沙發組 可以有一個 鹿蟻椅 包人袋 然後掃掃呢 還贊助 吳天嘉 趙義 馬賽 吳天嘉 義 提 馬賽 照 這邊 這是我們 這贊助商 這邊可以直接洗手爐 但我今天就 我現在就不僅出來 因為洗完這邊 我們馬上去洗手 除了這個呢 我們要感謝我們的 台虎贊助的 深啤酒 我看一下 這冰的 直接這邊有冰箱 冰涼涼的 深啤酒 超過癮超過癮 那你覺得這樣還不夠嗎 還有 我們那個 NEW FRAME 贊助一個 全套燒烤組 包含什麼呢 矽膠的鍋鏟 還有刷子 矽膠的夾子 還有這個是防燙的 可以用來夾東西的 這是一個收納袋 是什麼收納袋呢 現場菜各位看 我們直接來就送給你一個超輕量的烤盤 而且是陶瓷塗層 不沾 所以就是全套可以帶完 讓你今天可以盡情的燒盡情的烤 這些都是送的哦 然後在這邊是掃掃 所以這邊有它的專門的這個無添加的馬賽罩 還有像這個 可以洗手 然後可以洗身體 也可以洗鍋碗、瓢盆 然後NEW FRAME這邊有它全套的不沾組 包含像這個 鍋鏟可以拆 哦這裡哦哦哦 我不專業不好意思 這邊是鍋餅可以拆的這個不沾套鍋 可以這樣子 依照不同的需求可以來做料理 然後可以拆開來 這樣好收納 而且都是非常漂亮的粉色 有粉紅色、沙色 呃呆點的棕色全部都有 然後再來我們這個Nespresso它 這一次呢贊助我們全部的咖啡 盡情的喝 膠囊、咖啡機三台 早上喝、中午喝 晚上就不要喝了 晚上再喝可能會 睡不著會啪啪啪啪 所以今天剛才大家已經喝完一輪了 所以基本上是吃飽喝足 那除此之外呢 還有很多露營裝備的攤商 來首先來這個 這個是台灣品牌Horizon 加拿大加... 不好意思是加拿大品牌 加拿大加進一些 加拿大添一些戶外生活Horizon 首先他們跟這個庇護工廠 阿昌清潔庇護工廠合作 有一些弱勢團體啊 他們這邊可以親手做我們的衛生紙 然後可以用他們的收入呢 可以保證他們可以自給自足 然後這邊信仰這個衛生紙 這邊紙巾 除此之外呢 我們來看看今天Horizon 它首先有一個大大的收納袋 來給大家看一下 超級大 這邊有一個 滿版的收納袋 但這個不同 它裡面是有鐵框的 這邊兩個有鐵框 所以你看現在不裝東西 它可以力挺的 這就很重要 很多商品呢不裝東西就軟塌 軟塌什麼問題呢 就發現旁邊就像一個 垃圾袋 所以當它可以挺了之後呢 今天不裝東西呢 它這樣可以力挺好看 然後再來它這樣 因為它力挺 上面撐住 其實這邊還可以輕微放個東西 都沒有問題 然後這邊就可以分門別類 放你的裝備 然後旁邊呢 你看這邊有很多的織袋 就可以這樣子掛 拼命的掛 其實這個東西你放這邊 又定無一碼 就可以馬上掛 避免東西落地 然後這邊呢 這也是家家乎乎必備 銀釘工具袋 因為銀釘其實很重 像我自己帶一個30根的銀釘 然後加銀錘 你們就會很重 所以可以全部放在裡面 然後一關起來 可以快速拿取 搭帳的時候就只靠這一包工具包 然後這邊還有非常可愛的這個寶冰袋 這個寶冰袋其實是雙用 它這個是袋子 然後這邊有做織袋 然後這邊有做織袋 然後這邊有做摸的可以扣款 但是呢 它你們做一個隔熱層 這個也拆 所以你可以當作一個寶冰袋 可以當作一般收藏袋 一物兩用 這邊也是很可愛 這個跟這個是同一個東西 就是帽子 那帽子有時候不用嘛 它可以收納起來 就掛在這邊 又不會難看 又軟塌 平常可以掛在包包裡面 變成一個小收納 所以是一個小東西掛著 天熱像天這麼熱就拿起來掛 這邊有各種的鈦牌 其實這個 鈦的這種大鍋 我有在用 其實很方便 有時候我們去演的時候 像是 我上騎摩托車跟朋友去露營 那摩托車不能帶大的穴光鍋很重嘛 就帶這個鍋 這樣就煮一個三四人份的一個面 大概一起吃 這樣鍋具就比較省 然後夏天到了就必備這個 風扇來吹一下 基本上今天就是靠這個風扇 但其實晚上買涼快的 晚上就一個小風扇 開最熱風就一直吹 其實啊 很多說你要買個大風扇 我就接你 小風扇必備 一人一個一直吹 一直吹最涼快 晚上這個風扇掛在這邊 我說晚上吹到半夜還要把風扇關掉 會冷喔 所以這非常有效 再來這邊來到了歐卡 歐卡它今天有很多新東西喔 來首先來一個 這個 這個是什麼呢 這其實是一個水桶 但這地方呢 它可以打氣 打氣可以幹嘛呢 來個這邊 好你看 通常你這樣水扇這邊 你鞠高 你沒辦法出來 打氣加壓之後 噴那麼遠 噢噢噢 造成我18歲之後 喔 喔你看你看看 然後它可以 喔馬上可以這樣起頭 這很方便 因為一般如果沒有這樣設計的話 你知道要吊得很高 那你刮在樹上就很難掛 或者都要這麼重 後放在車頂 然後現在不用 然後注意看它為什麼做黑色的這樣處理呢 假設今天太陽大 你就白天的時候把它拿太陽曬 曬到水溫溫的 然後黃昏入夜的時候拿來洗 這水就是溫熱的水 讓你在冬天可以洗一個溫水 夏天可以洗一個很舒服的水 然後洗碗真的很方便 特別像剛剛這個水沖 有時候水會有油啊 就這樣沖上去 可以把這些油夠先給沖掉 哇 現在好涼快 很棒 你看 水槍 我覺得這不夠大 再一個更大的版本 所以一樣 但這個可以鎖在車子的邊邊 或者有時候卡卡腳可以防車頂插進去 然後再一個很棒的東西是這個 杯子一直都有嘛 來來來 杯子都懂 但是這個杯子可以放下一個這個 玻璃瓶的啤酒 那這個好處呢 去戶外的時候呢 這個瓶子你放到背角洗嘛 你先喝完啤酒再喝可樂 那這邊又有味道撐在一起 就倒進去打開直接喝 喝完就堆掉了 所以你可以少洗個東西 然後可以一物三用 玻璃瓶的 寶特瓶的 跟現在這個流行的 細長的小寶特瓶全部可以用 這樣就可以保溫 同時可以少洗一個 還有一個新東西喔 軟冰帶一直都有 但是呢 軟冰帶有個問題在說 一般軟帶要做拉鍊 拉鍊就很難拉 因為拉鍊你要做七明拉鍊 它就會很緊要蠻大的力氣 然後開關會比較慢 但軟帶什麼優點呢 就是軟帶會重量輕 像你看它有點空間啊 空間不行 卡一下也可以卡進去 然後現在軟帶可以做到很厚 但是呢它做什麼 軟帶加上蓋 卡卡卡卡卡就開了 以前開可要開個三五秒 現在就打開 而且呢這上蓋這邊有做一個矽膠條 我自己測試過喔 裡面倒了水 然後呢 關起來 卡上去 水都不會倒出來 然後這個size 為什麼這樣做呢 就是放了一個 大寶特瓶可以直立可以放進去 然後可以關起來 這樣就可以很方便 而且其他我們家還有一個細節 他的這個背帶啊做一個彈性的 所以你背在身上的時候 如果要提的時候呢 就肩膀負擔可以不會這麼重 他可以緩衝 這也算是一個蠻創新的 用軟帶但是加一個硬扣在裡面 這很讚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個 台灣品牌CAMP S 同時他們家的這個鋁箱 MOSSI的鋁箱 這個是新的 這是一個箱子 但是呢這個箱子整合一個 IGT一單位一單位 這邊是一個IGT的瓦斯爐 然後呢 這邊做什麼呢 打開來 這邊就可以放東西 但是這個爐啊 你放裡面如果不方便控制啊 你看它有一個線 流出來 然後可以這樣勾著 遺物兩用收納箱 加廚房桌 然後這邊還有延伸桌套件 你看這邊是一個桌子 如果覺得桌子不夠呢 這裡有一個方格狀的 這我側邊也有 這裡掛小包 掛 然後軍用包 MORI套件可以掛這些 所以掛滿滿 或者掛鍋碗瓢瓢瓢瓢 可以掛著 同時這邊再給你一個延伸桌 這裡呢也是延伸桌 所以這樣就可以料理 拿東西 然後前面就可以煮食 然後這邊有 這其實小心喔 這是瓦斯燈 然後其實以前 我比較少點瓦斯燈 因為呢 以前沒有便宜 覺得瓦斯貴 這五六年喔 沒有漲了整整一倍 以前一桶二十公升的沒有 只要四百多塊 現在我上次買到一千一了 所以現在突然覺得 瓦斯其實很方便 雖然還是略貴 但是沒有錢這麼貴 然後這邊還有什麼呢 這個在這裡很棒 瓦斯爐都有一個問題 瓦斯爐不用的時候佔桌面 就是空間 旁邊都沒辦法放東西 所以這個瓦斯爐整合一個桌 這邊可以料理 料理完之後呢 旁邊就可以擺杯子 然後收納的時候 它可以這樣子交互收納 這邊可以這樣收起來 然後藏在裡面 把它對折起來 你看這樣收到就很方正 很完整 而且其實這樣子呢 就簡單收納袋收起來 就往側面放了 平整收納是很重要的 然後他們家也有這種 比較小的瓦斯爐 所以輕量演儀登山 這個也是可以用 然後再來椅子 這邊剛好展現了三個椅子 1 2 3個椅子對不對 這其實各有優缺點 我教各位怎麼選 這張椅子算是包覆性比較圓弧 你就像是沙發這種概念 它比較舒服 但是呢 它其實拿來做事情 它會比較包著臀一點 所以你在前面做的時候 會覺得你看這邊腿 會是這樣子 它會有點卡肚子的感覺 所以其實這個 適合來做著休息 那這種椅子呢 繼續看喔 我們要講是椅面高 椅面的高度 這個略高一點 然後椅面是一個平整的 你看 我同樣這樣做 我現在往前 其實這個大腿這邊 就比較不會卡我們這個肚子 你這樣做事情 料理就比較方便 所以這個比較適合 像這樣椅子就比較適合做事情 那你休息它其實就比較硬挺 然後再來第三個就像這種 高的 這個椅子就是拿來躺的 它其實跟剛剛這個椅子 椅面有點像也是平 但是它這邊可以 調高度 可以斜躺 簡單的睡個午覺 然後這邊有頭靠 所以這是拿來休息用 但你不要說 欸就是很棒 然後全都買這個 因為這個是 高倍設計 如果放在一房一廳 這邊很容易卡帳篷的後面這個位置 如果你全都買這麼高 帳篷 客廳帳就會很難放 就沒辦法放幾張啦 所以基本上就是都要買 就平均分散 有小的 有這個 有這種都可以買 那我們再來看看這裡 我們接下來到福士攤位 這一台呢是福士的Cady 我們這影片我們拍去塔塔家 那這台是叫做Cady California 就是以Cady為藍本呢 增加了原廠的橫桿 原廠的車邊障 而且都幫你掛好認證了 因為上面屬於那個 車底橫桿嘛 自放架 需要過行照 需要做修改 你怎麼幫你做好了 再來是 床要平整 因為本來床其實不一定能夠平整 它幫你做一個完完全全的平整套件 這邊的骨架 從這邊可以展過來 在裡面卻可以睡得很平整 因為有些椅子 其實你看它這邊其實有一個段落差 有些接縫 你自己要DIY 要去找一些什麼床板啊 還是行船把它卡下去 所以這邊直接內建 而且它有一個套件 透氣窗套件 而且這台車是不只起雨窗 這個是下雨的時候可以不用關雨 會這樣下去 同時空氣流通 是可以做流通的 這就非常重要 一般我們會難看 就拿一個那個 我自己買的那種 彈性沙網 這樣子照上去 然後這樣就可以非常的完整 然後你覺得這樣還不夠呢 後面還有 後面這邊就有一個置物組 這邊剛好可以來放椅子 原廠的椅子 就剛好摔在這裡面 啪啪 到這邊就可以 直接可以做 然後這裡呢 儲物組 瓦斯組 所以到營店 這邊就變成一個行動廚房 然後煮完之後呢 這邊就可以吃飯 這邊就有瓦斯爐 這邊就可以放東西 料理主食 然後如果還覺得不夠呢 那我今天去買個什麼 車鞭帳 大概車側或車尾啊 這樣就是個完成的一個主食料理 休息的空間 晚上去這邊 而且它裡面還附了一個 這兩個東西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這邊兩個很大的收納袋 這個超好放 像我自己車也有買的是這個收納袋 因為其實這邊這個小窗啊 其實你後面第三排又沒做人 所以其實你做不到 然後這裡面可以放什麼 放衣服 放收納袋 放睡袋 放防禦外套 那些軟的東西 這邊全部都塞滿滿 這個其實 我自己的車 買一個這個大約七八千塊 其實這很貴 而且這原廠是做皮的 就是California Candy California 再來就是呢 福士的California Ocean 我是一個車主 這東西呢 其實半小時都講不完 但我快就講 它有什麼 首先為什麼它貴 原廠先頂 所有的露營車 你一定要是原廠先頂 它幫你不是改裝 是原廠出廠做完的 過完認證 才能夠行到上面寫 特種至小客露營車 才可以有這個原廠先頂 所以它做的時候 裡面框架就有做補強了 那先頂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來這個畫面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好處呢 在裡面可以站起來 還可以揮手 這是它最棒的東西 露營車啦 其實大部分裡面喔 能夠腰挺直就要偷笑 就像這樣子 能夠挺直就很難喔 有的車 就像你自己的車 房車 你在裡面其實也是要彎腰 這裡面不只不用彎腰 還可以站起來做揮手 其實這個是很不容易的 就靠這個先頂 那只能說 你在這邊料理來煮食 你看拿東西 這邊拿東西 全部都可以這樣站起來活動 不用彎腰或者換衣服 當然上面這個頂呢 可以睡兩個人 底下這邊其實變成床狀態 這邊可以再睡兩個人 而且這個好處是 有時候啊 我們這邊如果不變成床 是客廳模式 那如果你想睡個午料怎麼辦 睡上面 底下可以不用收 其實露營車啦 看起來很大 其實每一個功能的轉換 其實是要整理的 例如說我現在要睡覺了 你看這東西要清開 要放來這邊來 要整理 然後要起床了 這邊要先起來 要整理一下 其實也是要做這整理的動作的 它沒辦法說 一個車子裡面 同一做很多事情是沒辦法的 但是就是因為有些點關係 有時候東西堆上面啊 人睡上面啊 然後這裡面呢 這邊有三個櫃 它是折起來 這裡面東西超級多 這個櫥櫃呢 洗手槽 這裡只有洗水 它有一個清水槽 原廠論車有一個例外的地方 它清水槽怎麼做呢 它清水槽裝在尾巴 而且清水槽是一個方形桶狀 中間是空的 空的空間放什麼呢 放瓦斯爐 它設計是用整個水槽包住瓦斯爐 因為如果瓦斯爐爆了 是抱在水槽裡面去 被水給保護住 同時汽往下面放 其實這個是一個 改裝很難做出來的東西 它原廠開模做一個特殊的水槽 然後這邊裡面呢 還有一個雙口瓦斯爐 那通常我們在裡面 就只會可能煮煮鍋物啦 泡麵啦 你說煎個蛋我們不會煎 油鍋我們不會做 但是你要來冬天 像煮個小火鍋 煮個熱騰的泡麵 泡個咖啡 這裡面是完全沒問題的 瓦斯就像剛剛講的 在後面被水槽給包著 然後這邊還可以排配水 還有一個費水箱 然後有冰箱 這邊打開就是個小桌 然後前面這邊呢 就是這邊座椅 可以旋轉過來 這邊可以坐 一個人 兩個人 三個人 第四個人呢 這個椅子也可以轉 但說實在這個椅子我們很少轉 因為轉過來 會被這個櫥櫃給卡住 所以這邊比較少人坐 所以錄影車就是兩個人很爽 一個人可以翻崗 三個人就要感情好 因為吵架的時候 還有三個人這樣一直看著 就有點困難 而且呢 它非常適合台灣的東天 它裡面著稱暖氣 我上次去雪地的時候呢 外面是0度 裡面是20度 快要流汗這樣 好 我們來看下一攤喔 這邊有 大發家也來 跟我們團錄喔 然後記得訂閱他的頻道 大發家 另外一個營火部落 接下來我們到的是 休息一下 我們到自己的攤位 Cainfire的攤位 那現在有全新的商品 那最近賣最好的就是 我們家錄影 我們做什麼改進呢 首先這個錄影呢 它的四個角 它這個分別可以調長短 你看它分別可以調長短 你可以調長的話 大人可以做 有時候我們要做事情 或要前傾一點 這樣腿頭被卡住 我可以把前面給調短 這樣椅面就比較前傾了 或現在我們後倒一點 那我可以前面調長 然後後面呢 把它給調短 然後這樣椅面就比較往後倒 就比較倒一點 所以可以前傾 可以後傾 可以高可以低 那如果這樣還不夠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椅面 直接收起來 這樣就可以抓在地上 這樣就有什麼好處呢 這樣就可以跨咖 有時候錄影 我們在沙發上有椅子 找個腳段去靠 就可以把地板當跨咖 可以腳完全伸直伸展 然後可以做得很舒服 然後這樣子 有時候如果在 像有玩柴爐的朋友 柴爐般會這樣子看火 以前要這樣看嗎 彎個腰看火 現在不用了就可以這樣子 輕輕鬆鬆有個擋側邊 直接看火玩火 就可以很舒服 這樣就用 然後再來是 起身的時候有個秘訣 就是要這個攀腿起來 有當過邊的朋友 有沒有試過攀腿 站攀腿的力 就這樣攀腿往前 然後這樣站起來 如果沒這樣做 少就放到地 那我覺得這樣還不夠呢 我們直接給你一個 防火的椅套 這個椅套 像我們剛剛最深採 然後那個松木 比較容易火星 火星多的時候 一般的椅子 被火星噴上就壞掉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 我們可以做一個 祖籃的椅套 這是標配 就是用火星直接噴上去 它椅套都不會燒破 我們用的是祖籃符的標準 就是用焊接符的 焊接會有鐵水會噴漸 這樣就可以直接 坐在粉紅旁邊 有時候人走開的時候 火一噴 椅子也會壞掉 然後這次我們有展出來 我們最新的產品 還沒上市過的 喜歡柴刀的朋友 有符了 大家敲歪很久了 我們做了一個柴刀 這也是由柴薰老師 所設計開發的 我們也弄了差不多一年了 首先為什麼這樣設計呢 新手要滿足新手 研磨方便跟安全的需求 一般刀面有些做偏弧面的 所以我們這選用的是 台灣的三刀 這其實是跟台灣三刀的刀型 所以前面是一個大平面 所以這邊研磨會比較好磨 然後這邊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護弓 握著的時候 這邊手指不會往前穿過去 容易割到你的手 再來如果今天需要做切東西的時候 切到砧板前面的時候 你看 你的手不會擋住你的切割面 這邊可以下去 然後這個刃有一個棒 一般我們要割東西 就要這樣 直腳這樣割 那你要刷取這麼高 不用 用這個腳就可以 這樣就可以割東西 背後這邊呢 我們要做一個 生火的一個 這個凹槽 所以一樣可以做 刀尾打火 所以我們在打火的時候呢 刀門就不會髒 一般我們會這樣打火 這邊髒了 髒了你再 你再可能切個肉就不行了 所以我們要解個這個問題 而且呢 一把刀這麼大 通常這麼大的刀 通常碳桿為主 那就容易生鏽 台灣其實夏天 你看剛才下完雨 晚上露水多 你放一下 其實就潮濕跟生鏽了 所以我們用的都是 日本製的AU18的鋼材 你在露營環境 台灣的露營環境 潮濕的露營環境 你就可以都不用管 地上隨便放 也不用特別收 這個呢 我們大概6月中會上市 所以各位 敬期待喔 然後還有什麼東西呢 我們這一次呢 來 我們繞這邊好了 首先是我們CAM5的 雲山帳篷 現在是現貨了 然後雲山帳篷呢 就最適合今天這個環境 旁邊有個邊布 像昨天下一整晚的雨 那個邊布的情況之下呢 你坐在裡面 然後就算今天下雨的話呢 旁邊這邊雨水不會進來 這邊就有一個一個人 很舒服的空間 可以擋雨 可以主食 可以休息 猜猜看這個是什麼 這其實是一個天幕 這是CAM5的四層式天幕 那四層式天幕 那四層式天幕 就一定要方形 方形就有很多種打法 可以打法像我們現在 金字塔的外型 這個打法其實我很推薦 給你們試試看 其實很容易 因為其實要下四根釘 然後呢 下完之後呢 中間用一個大概是 170到160的銀柱撐起來 中間又立了 然後呢 用一個銀繩 把這兩個腳 固定在尾巴 四根釘 加一根銀柱 就可以立起來一個 小金字塔杖 裡面空間有多大呢 來來我們來看看 所以裡面就放了一個行軍床 這樣其實可以放下一張到兩張行軍床 或者你如果是一個人的話呢 可以一個人行軍床 這邊可以放裝備 主食 休息 做料理 這邊就可以很大的空間 而且這只是用一張 小小的四層式天幕所搭出來的 然後現場我們也展示一個 還在開發中的商品 就是我們的CAMINFIRE出了一個雙封杖 雙封杖過去呢 都是對新主來說比較不好打 它屬於非智隱杖 所以我們解決辦法就是 第一個 底面機用的是長方形 四腳下釘 兩個銀柱撐起來 它就自立了 然後再來雙封杖呢 很多問題就是 邊角這個地方 會很難使用 它會是一個大斜面 會塌 會貼頭 從短銀柱把它給撐開來 讓這個空間有充分空間 在裡面呢 可以放下一個歡樂時光L號 然後前面這個潛艇可以變化 雨天的時候可以收下來 涼快的時候呢 或者聽熱的時候可以把它展開 聽熱可以展開來 然後變成一個小天幕 放在前面 就一個潛艇的空間 好 我們來看看下個攤位喔 首先這攤位來看這邊 我們今天在攤商 最棒就是跟我們同樂 他們晚上就是自己的錄影裝備 睡在這邊 大家往這邊喝酒休息 今天這攤也是很毒啊 這攤是Decent Logic 他們首先這邊就有一個 5050的椅子 哪裡不一樣呢 這邊通常做一根 它多兩根 穩定度更高 直徑更粗 重量會 穩定度就會更高 更挺薄 再來 獨立的小桌 霸台小桌 前面是一個腳架三角桌 這邊一層兩層加個燈柱 這邊你看一個兩個都是這種 獨立小桌 就很是來喝酒啊 兩個朋友 坐在焚火前面 好好休息 然後整合燈座設計 再來他們家呢 有這個Rusty 他們是一個 極限烏洞的品牌 首先是這個褲子 這褲子怎麼特別呢 你要 你要涼快 就要薄 但有時候登山巨子行為布 薄就很貼 就感覺這種身材不好的 這一貼穿上去不會這麼好看 它這布料呢 你看它是有點皺褶 是薄 但是這種比較挺的感覺 這看起來就會有那種 穿著厚布料的感覺 所以基本上它取得 兩種布料的優點跟缺點 再來呢 這邊呢 不太一樣喔 這個布料 這個布料呢 是棉混的聚體纖維 棉一半是沒彈性的 但是我們喜歡棉這個粗感質感 這種比較硬挺的感覺 但這個布料呢 混的聚體纖維好處呢 彈性 來 看這個彈性 所以呢 它有比較舒適 有彈性 那穿起來乍看起來就在棉 其實這個棉混聚體纖維 還有叫做空氣分解砂 它那砂在抽濕的時候 空氣噴 讓砂噴起來是毛毛的 就有棉的觸感 再來呢 來來來 我常常說我也有 來這一件 防火斗篷 Gibsway的這個 我也有 這邊呢 就是一個防火斗篷 我們剛剛生火 怕火燒破衣服啊 雨潤外套一燒就破了啊 買這一件 斗篷披上去 它有兩款式喔 口袋不一樣 可以 任君挑選 這邊有小鈴鐺口袋的 跟這個 兩個拉鍊口袋版本 這穿起來 小飛匣就很帥 在這邊 也是5050 然後這邊有收納袋 然後再來你看 小燈柱 手沖咖啡的架子 就是可以把 咖啡爐放在這邊 然後放杯子 就可以手沖咖啡 連整盒燈架 看這也是 非常的小巧可愛 在這邊呢 這其實是個太陽能燈 但整合了一個水壺 所以就拿這個 白色的水壺 這個白色水壺結構 軟的 當作一個導光的機構 那它這邊呢 就可以擴散開來 這還有一個 三層架人人都有 這麼小巧的 你看過嗎 這顏色的眼影 你看 摔這麼小 然後呢 也可以掛在這邊 你看掛在這邊 就會放小東西 然後這邊 然後這邊 是太陽眼鏡 這是Sonski的太陽眼鏡 那這盤特別的是 它用的是環保材質來做的 然後都是偏光鏡面 來我們挑一個 欸這個跟我這個很像喔 這好復古 你看 是不是很搭 像我這兩個鏡面是一樣的 太陽鏡眼鏡是穿 騎車必備 戶外必備 那釣魚的朋友呢 偏光鏡必備 然後再來一個寵物床 現在就是 傳說中 寵物比人多了 所以寵物就有一個好舒服的床 不會潮濕 這樣不會弄髒髒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 這個 你看這樣吧 欸欸欸 喔 喔 那你我這樣還不夠嗎 寵物的碗盤 喝水的 吃飼料的 哇 我是不是該投胎當個小汪汪 然後呢 這邊還有 飲酒區 來 四度五一酒 欸幫我調一杯 渴了渴了 我們現場馬上幫我們調一杯 來這邊這邊 看一下看一下 我們這要調什麼酒 我們用那個 美國的威士忌 喔威士忌調一杯 對 調一杯 對 所以今天來這邊就是 我們要理性飲酒一直喝 想喝熱的呢 有威士忌 想喝烈的呢 這邊也有 想喝涼的甜的那邊也有 通通都有 重點是他 他 他 他好高喔 你玩家會不會很辛苦 欸我已經超過九十度了 哇 請問營業到幾點 我們今天都在啊 今天都在啊 今天都在啊 所以就是大家 生活喝酒 喝酒生活 週而復始 不要停 不要斷 所以是威士忌加了什麼 你先有加一點那個鳳梨 鳳梨喔 甜甜的 甜甜的 然後再來通泥水 欸對 那個氣泡水 氣泡水 我現在好渴 我會乾的 我會乾的 這個輕鬆的 好喝 適合夏天 哇好讚喔 很適合今天吧 今天很熱 適合這個 我家鳳梨超讚的 超好入口 直接就是乾的乾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這個 CAMFIRE團入現場 那現場 因為今天是 現在是禮拜六的 還不到中午 大家才陸續進場 光看這個 柴火蜘蛛吧 就可以知道 他們現在進場的情況了 好趕緊收看 那記得下次一定要參加 如果有不堪報名的 趕快來手套搶喔 趕緊收看 掰掰